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两年已经殉职了19位小访员 我们一再一再地强调 每一次的殉职都不是单一的意外 那这一次的新屋大火 更凸显了其中人祸非常严重的部分 就是居然连挑战的水袋都可以这样子没了 那我们必须要从这一次的经验中学到教训 我们必须要从现在开始 让知识你知道我们必须要反省这件事 我们才可以确保这件事新屋大火 是台湾最后一件悲剧 我们真的不希望再有任何一位消防弟兄的牺牲 这是为什么 我们今天家属跟我们精神消防员 要站在这边的原因 今天要带家属跟我们大家一起上街 家属是鼓起非常大的勇气上来 我们要必须强忍的悲痛才有办法站在这边告诉大家 我们今天只是想要这样的一个真相 对消防人员来讲就是水袋不可以钻水 是一个非常基本的常识 可是我们不晓得为什么长官和我们的检调单位 还有我们的消防局还有我们的市政府 完全不认为这件事是这么关键这么重要的 那我们今天来这边我们要告诉社会大众 我们要的是一个基本的真相 我们也要告诉社会大众消防税 就是消防员最重要的 我们听命长官的指令 快快的进去火场 我们希望长官是作为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可以保护我们 安安平平安安的出来 如果他们没有办法在外面提供我们这些保护 如果在制度上我们没有办法去确定 水源不可以断 人力不可以少 没有人力可以确保我们火场里面进出管控人员的状况 没有人可以确保我什么时候进去 什么时候出来 没有人可以确保我进去 会不会有人记得我还在火场里面的话 这样的火场是不安全的 这样的火场的不安全是来地狱人祸 水袋是经由火场逃出口 拉进来到火场正面 被冷烈火进行扑灭的工具之一 水更是我们主要的武器 我们面对高温需要用水去降温 但是今天发生了断水的状况 水袋是扁塌的 跟水袋饱满的状况下 水袋饱满 你的触改是保特瓶的 类似你手握保特瓶的状况 如果说水袋扁塌 你再加上你戴的手套 你要进行摸索那些水袋的状况 其实是很困难的 甚至如果说你因为前方的障碍物 去半岛被半岛了 或者是说你整个在黑暗中迷失的方向 你能依靠的第二条 第二个观点是 你要摸着墙壁 你要摸着墙壁去离开 可是没有一个方式 那一个方式是能比直接摸着水袋出去更快的 这半年来让我们家属感到有一点点欣慰的 就是有关于消防缺失的改善改进 我们陆陆续续在一些媒体可以看到 像人员编组的精神的一种检讨 还有各项装备 害患补充更新的这些状态 还有消防勤务的单纯本化 还有各种的教育信念 标准周围程序的修订跟更新加强 还有好像我听到有消防的津贴 也得到一点检讨跟改善的等等这些 这些我想都是我们所乐见 也感到稍微欣慰一点 但是 依据前阵子检察官所公布的 对本案的调查起诉的内容 我们发现到 他实际上就有针对这个悦者 他们的义务的 公共危险的故事这一部分 有比较多的一种着目的起诉 那对于六位消防员 他们为什么 他们住室的原因 并没有比较明确的说明 另外依据我们那个消防局对本案所提出来的检讨报告 我也看也是一样没有对这个原因有一个明确的说明跟检讨 让人家感觉到真相我们并没有获得 我认为真相里面 它包含着 隐含着非常多的问题 还有缺失 我们只有勇敢的面对这些真相 我们才有检讨 改进的空间 那我们这样一路走来 其实家属一直在这六个月的期间 我们是在等待一个确切的答案 但是家属等不到 家属等到的是 我们检察官启信书里面 去提到我们的消防统的 安检不落实 然后导致这六个人死亡 那当然不是说这样子的原因 就不是造成火災的阻因 而是安检的因素 跟现场抢救的因素 它本身是两件不同的事情 我们认为调查应该要全面性 不是只有把所有的责任 规则于安检人员 然后现场所有的抢救作为 都轻描淡写的带过 这样子的做法 不但没有办法帮助我们的体制改革 反而会落于每次的殉职事件之后 就让我们的各县市的消防局闭门检讨 然后只有我们这个县市的消防局 它才有可能知道里面的真正的原因 但是其他县市的消防队 其他的指挥系统 一样是没有任何的改变 所以我们也希望针对这一次 家属第一次的提告 我们希望去敲开这个门 我们希望未来 所有相关的抢救作为的检讨 都应该要摊在阳光下检视 如果今天消防署或消防局 不愿意做这件事情 那我们就会以法律的途径 用检察官的力量 希望检察官来帮我们 理清事实的真相 那我们希望 我们这样子的动作 我们最后并不是要某一个人 或者是谁出来承担责任 我们希望能够得到的是 体系 具体的去承担我们在救灾现场所发生的失误 勇敢的告诉大家我们做错了什么 我们哪里没做好 我们下次会改进会检讨 这才是我们的初衷了 这才是我们的初衷 欢迎订阅 不 9 9 1 1 感谢观看